没事 姑姑 阿姨 要不我背您吧 咱们走楼梯 快点 快点 这能行吗 没问题 好 谢谢你啊 师兄 客气 来 搬一搬 搬一搬一搬 一 二 三 好了 谢谢 好嘞 我给你交给我 你这人有的 披上啊 好 来 走 阿姨 你用我们的 HTQ39 感觉怎么样 这个药效果挺明显的 觉得 四肢不受控的情况少了 我看了您的出现报告 主治医师建议 你得停药 停药 为什么 刚有点起色 为什么就要停药呢 姑姑 没事的啊 是顾云征 她担心的动脉瘤 跟药物试验有关 所以她才这样建议 具体的 我还会自询问教授呢 那别人也有动脉瘤吗 目前没有 就您一个 那 那就不是新药导致的 不能随随便便停药 不能停药啊 没事 姑姑 真的不能停药 不用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来 来来来 慢点 慢点 安安呢 我去接她 人呢 小子 都怪我 晚安 从楼梯上摔进去 啊 师兄 不是让你在园里等我吗 没有那么夸张 我不想要姑姑伤心 哎 师兄 放我下来 我真没事 别动 快 师兄 真的没事 你放我下来 怎么多人看着呢 别动 让我下来 什么情况 小老板 这个地坏损伤膏啊 可能刚擦上会有点凉 但很快就会感觉很舒服 晚餐 真的不用 师兄 小声而已 真的没事 嗯 对不起 姑姑 真的没事 一点都不同 阿渊 没事 哎 这孩子啊 皮糙肉厚的 小时候翻墙头 掉下来都没事 是吧 不是也亲身的吗 必须是啊 哎 云诚 你这个跌打损伤膏 是不是得给我这个 广场舞皇后留一瓶啊 来 好处 拿去 谢谢啊 哎 欧阳啊 姑姑这生病 云晨前前后后操了不少心 你给他好好谢谢人家啊 必须的 哎 你不是说要请他吃什么 什么珍珠 什么麒麟 拍一张珠米麒麟 对对对 不用 不用那么麻烦 我很好养活的 吃口蘑菇牛肉就行 行啊 别跟我客气了 你选地方 我请客 对 让他请客 走走走 咱们走 睡会儿 在睡会儿 《范子》 妈妈 妈妈 你看那个阿姨在放画手 是不是要翻草的笔了 不像我这样翻 你看我翻得多好 不许这样没礼貌啊 顾医生 顾医生 炎炎的我还以为我自己看错了 你不是今天休息吗 我来拿个材料 我还有事儿 先走了 李医生 我不想对女士没有礼貌 不要逼我 那出于礼貌 我邀请你这么久了 我们该一起吃个饭了吧 我不会跟你一起吃饭 工作以外的应酬更是没有必要 你会的 喂 主任 我已经联系上顾医生了 我现在就跟她在一块呢 好 您跟她说 喂 老师 喂 老师 是我 跨学科合作试点单位 好 明白了 王焕中主任 让我代表科室 请你吃饭 好 我欣然接受了 那我送 李医生既然这么好 你们在一起 不是皆大欢喜吗 松手 好 她好是她的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笑什么 我发现我现在 可以分辨出来你是不是在说谎 苏维安 你现在话说得有多狠 就表示你有多爱我 你的话都得反着听 你现在说 你不想跟我有关系 其实就是在说 你爱我 但是不敢跟我有关系 对吗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你这种情况 在心理学上叫钟情望小 随便脑补俱全是肿病 得治 找李医生帮你看看 你这句话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不希望我去找李医生 你放心吧 我不会去找 不过 最近李医生倒是教会我 怎么样去死缠烂的 这几天 说是替李的导师接待我 其实你的心思 全在他身上 还有那个接回的杜总 和你一样 罪翁之意不在酒 可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个小姑娘 除了长得可爱 还有什么别的可取之处啊 在他身上 总是有一些 意外之喜 我 这是我给您特调的 叫Déjà Vu Déjà Vu 这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这在法语里面 是似曾相识的意思 就是说 人们如果到了一个 期待已久的地方 它会产生强烈的震撼感 以及熟悉感 甚至呢 会出现一种曾经来过的幻觉 还可以吧 所以呢 卢博士 您是井海人 虽然您离开井海 已经几十年了 这里的地标性建筑 早就不是您记忆症的样子了 但您还是乐此不必地拍照 甚至说的头都是的 黎医生 你吃好了吗 吃好我买单了 好